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气的特质 气 他其实也有他的几个属性 例如气 他会由高而低 向下的走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下雨天 你看水 他的流向 假如流向你家 这样子 房子就带有财气 就是因为气有跟水一样 由高往下的这种特质 第二个气他没办法穿过实体物 就像我的白板是实体物 气一碰到 他就只能够往旁边穿过去 他是穿不过这个白板的 所以一些高大的这一种的物品 他是整个底地的气场就会通不过去 所以你就要去考量在空间里面 哪些东西会把气完全的破坏掉 就要特别注意这些高大的物品 是不是把整个气场会损耗 第三个 气会被水停着 当你有一个静止的水 气过去了以后 他就会被停滞掉 所以我们才会跟你讲说 室内不要白水 所以这三个就是气的一个主要的特性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